大家好,我是小哥 我们一起看一下这期的视频 我们现在是在前上班的这个 看起来店这里 然后今天不是订了酒席嘛 就有一个阿姐上班这里 值得抢一个阿姐 然后老板发现新手后 有没有空过来忙忙 半分两个小时 他们订的酒席是在 现在10点半 然后一起有六桌吧 我今天天气还是经历的 对 我上来之前就跟主播妹也说清楚 但是我们会在 呃,两点嘛 两点之前等公交车回去 这里是公交车的 但是要看好时间要远 所以你凑个公交车 好像湖江口的公交车是 一个小时一趟 之前是40分钟 反正它是时机变成不一样 有时是半个小时一趟 等一下我去客气再来看一下 那里好像也重复装修了 那你们去看一下 看看 阳光灿烂的天空 天空 那边有大桌子 就是重新搬过来了 现在走过去看看 有点夜饿 这边有一个大桌 好像旁边那里还有吧 场地很宽啊 一二 这个桌更大 东西已经摆好了 等会就是帮忙上菜 然后收拾一下搞卫生 后面这里是练车的 中天去练车也是辛苦 热 然后对面那里是学校 热乎 热乎 我都想去练一下车 因为我那个倒车技术不好 有时候倒车入库的时候 就不得往哪边打方向爬呢 越刀越懵 所以说这个驾招是领道 但是技术还没到位 这边就是吃快餐的地方 有些驾校的员工 吃饭也是在这边吃 好像也是差不多十二点的时候 会有很多那个外地的工人 过来吃快餐 所以都是忙得那个对点了 这边也是还有好几个包厢 这边堆满了水跟那个酒 刚刚把空调打开 然后现在回去厨房那边 帮忙那个分配菜 把门关上 这样子就凉快多了 我开始吃饭了 等会就干嘛 吃满豆 吃个包吧 吃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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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十块钱的快乐餐还有十二块钱 一般他们都是吃十二块钱的 有些就是烧炉的菜 不是自己做的烧炉的菜 厨房里面也在开始忙活着 客人来了准备上菜 今天那个是那个结婚的酒席 客人已经吃饱走了 我现在过来这边收拾下桌子 顺便把空调给关了 然后有一些菜的话没吃完 他们就打包的就打包 尽量不浪费粮食 现在开始收拾桌子 还有两个阿姐一起 有啊 太棒了 车是为主啊 为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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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帅拍你上去 干活 大桌那边的那个碟子什么清理好了 他们在扫地 我就来收这边的分工合作 妈 开始了吗 开始了 开始了 来了吗 大嫂这晚上就吃个菜了吗 这叫高脚虹母 我已经去大海盘那帮忙回来了 现在大嫂他们在种东西 然后摘点红薯菜 欢迎大嫂来抢我的菜 大嫂这晚上就只能吃猪菜了吧 二哥你都不当鸡招待一下 嘿嘿嘿嘿 自己原来要招待 那我自己回去当鸡了 嗯 你确定是那样子摘的 那是怎样摘 你这样子掐断它好长出来啊 这样子才能长得 这样子长得很慢 这不是嫩的 这不是老的呀 你这样子摘一段就丢掉了 你有胜利啊 老的都是嫩草 老的都是老的 我现在想是嫩你哦 给我介绍一头 老师来了哦 老师这根火气大了 那不是吗 这都想吃嫩的还是吃饱的 这二个人你发飙啊 开玩笑 这个菜挺嫩的 撒回去用那个 派一串米来爆炒 香喷喷的 红薯叶 以前这种是喂猪的 现在也是喂猪的 乐乐你亲不亲 我不吃猪啊 我不吃这个 你不吃我们吃的香香了 现在猪值钱 我感觉还是嫩子摘比较好 它长得快 随便你吧 不过它这个也是长的 我们都是这样摘的 我知道啊 如果嫩子摘了 它长得慢 要掐断团去 乐乐你也帮忙摘是吗 你要吃吗 然后你就变成小猪仔 我不要我要吃西瓜 好吧 西瓜西瓜还没结的 我要吃家里的西瓜 好大了 他就回去吃家里的西瓜 不要吧 你不会的 嫩嫩的红薯叶 这个是专门吃苗的 是吧 是啊 肯定没有红薯叶 这是外吃苗的 那是阿姐种的 那是阿姐种的 阿姐叫我们摘回去摘 摘回去炒 要完活着摘点菜回去煮夜吃咯 叫二哥汤鸡 二哥种人小气小气的又不汤鸡 有鸡啊 昨天上午刚刚拿了几十个鸡回来 那是没毛的那种鸡 那是鸡蛋 那也是鸡啊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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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的 会 那这个来炒酸好吃 不能炒酸 只在红薯的梗子炒酸也好吃 对 还有那个空心菜的梗子也是 放点番茄 我来帮你 你不会 开始 那个葫芝叶都摘完了 天啊 黑妈了 我们准备回去炒这个喂猪 好了 小猴子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哎呦我肚子好饿 我说回去杂鸡 我是你个鬼 妈妈的话不可信 母猪都会放肚 哪点的话还去不了 你演棒 说这叫鬼 你今天要做什么 我要出多鸡 妈妈 一旦 只可白